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下午三点 中国锯牌宣布意外决定 菜宾立功 有望重返世界之丁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锯牌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近期 中国锯牌已经正式官宣了 欧视四人的大名单 那么接下来 中国锯牌将会参加世界锯牌临赛 很多球运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么新一届的中国锯牌 在菜宾指导的代理之下 将会迎接了国际大赛 那么从菜宾指导 这个挑选的球来大名单 我们可以看出 有很多都是 郎平时代 中国锯牌的局力队员 比如说 李银银 袁新月 龚翔宇 那么这些球员的成功日行 也给新一届的中国锯牌 定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在前面 很多球迷还在讨论 中国锯牌新一院的队长会是谁 因为众所周知 居庭和张长林 因为伤病的原因 无法参加集训 那么因此 也需要一名新队长 来起到领军人物的作用 特别是为球队 蓄力献献 在国际赛场上面 也需要一位队长 来为球员加油打气 成为球队的定海神圣 那么在前面 很多球迷呼声比较高的 就是银银 众所周知 在冬季奥人会期间 领银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特别是在进攻当中 领银拥有超强的得分能力 因为领银是用左手 扣球 偶齐拉 扣球四大历程 得分能力 非常的强劲 很多球迷也期待着 他能够接班之挺 成为中国锯牌 新一代的领军龙 那么在近期下午三点左右 根据媒体消息形势 中国鱼牌方面 已经正式官宣了 新队长的领写 可能球迷感到有些意外 并不是领银 而是中国鱼牌的功询球员 阮兴越 其实我个人认为 蔡兵指导真的是认筹帷幄 挑选阮兴越作为队长 应该是逆功的 也是阮兴越当行新队长 也是实质名归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可以翻译 翻看一下阮兴越的履历 阮兴越是96年 屈胜兴重庆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朗平指导就将阮兴越 形入了国家队 在2016年 阮兴越就跟随着中国鱼牌 夺得了里约奥人会冠军 2018年的时候 在亚加达亚人会上面 有阮兴越 这个阮兴越跟随着中国鱼牌 取得了八战传胜的优秀战警 成功冬冠 可以看出阮兴越的整个 职业生涯的历程 经营非常的丰富 跟随着中国鱼牌 经历了高峰期和低谷期 那么现在挑衅阮兴越作为队长 很多球迷也是寄入厚望 希望阮兴越能够带领中国鱼牌 重返世界之地 那么其实对比于阮兴越 和里营而营 阮兴越确实更加合适一些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并不是说里营不克优秀 里营个人继续非常突出 但是里营与阮兴越相比的话 经营丧行不足 因此在国际大赛上面 需要有一个经营丰富的 公选球员来稳定军行 正举正脚 那么在这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阮兴越要更加的合适 而且里营没有当选队长了 那么实际上他可以将更多的重心 放在进攻单 也不会承担过大的心理压力 毕竟里营还比较的年轻 如果说里营当行新队长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他自己有赢 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 因此阮兴越当行新队长 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可以看出蔡兵指导确实是深谋软绿 那么接下来在阮兴越的带领之下 中国女排将会参加四届女排凌赛 那么随后通过国际大赛 来紧映新一届女排的集训效果 我们相信随着众多宁青球员的加入 中国女排也会崭兴去传信的命貌 那么同时在过一段时间 等到居挺和张长林上入归来之后 那么完整的中国女排 一定能够崭兴去强劲的实力 特别是在居挺张长林 阮兴越 林莹等核心队员带领之下 大家秉承女排精神 我们相信有朝一处 中国女排一定能够重返世界之地 小米朋友们认为的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